母后 听说你找我 发生什么事了 乌侠 你来得还真是快 你又是再快一点 天都亮了 多谢母后夸奖 下次一定再接再厉 不要灵 乌侠 国师的人已经在楚国发现你妹妹的下落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好像听他们说过 什么叫好像 乌侠 圣女是你的亲妹妹 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她 母后 我也很关心她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她 心里实在没有那种亲人的感觉 不过你放心 如果让我见到她 我一定会和她好好培养亲情的 乌侠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国师这次发现的那名女子是不是你的妹妹 我要你和大祭司龙迁彻一起去楚国找她 你可以吗 母后 你居然要我和龙迁彻一起去 这个人一点也不风雅 更不幽默 品位还很差 脸上从来没有笑容 既强势又霸道 你让我和她一起去 真是令我为难 这次是去找你妹妹 不是儿戏 你再不喜欢龙迁彻 也要与她一道去 这没什么遮不遮的 乌侠 为了你妹妹的安全 你一定要去 现在有很多人想对你妹妹不利 一旦确定了她的身份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唉 可是我真的很讨厌龙迁彻这个家伙 那好吧 为了我这个素未谋命的妹妹 我就预尊降贵 降低品位 和龙迁彻一起去吧 乌侠啊 其实最危险的人就是龙迁彻 你不仅要保护好妹妹的安全 还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安全 一定要小心龙迁彻 知道吗 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无情啊 我妹妹好歹是她的未婚妻 我好歹是她未来的大舅子 他怎么能这样呢 不管怎么样 出门在外 小心谨慎总是好的 好了 你先下去准备一下 等龙迁彻准备好之后 你们马上就出发 好 没问题 哇 英洛小姐的气质就是高贵 怪不得当年会被国师一眼挑中 成为国师的艺女 我要是有她一半的美貌 说不定大祭祀就会多看我一眼 你就别想了 大祭祀是英洛小姐的 谁说大祭祀一定是英洛小姐的 你们没听过吗 大祭祀可是咱们圣女的未婚夫 她和圣女从小就有婚约 说不定她是圣女的 圣女都失踪了这么多年 谁知道她还在不在世 小声点 圣女不容亵渎 要是让人听到 小心你的脑袋 啊 那我再也不说了 哎 你们快看 又有人给英洛小姐送礼物来了 哎 我想一定是大祭祀送的 有她在 谁敢给英洛小姐送礼物啊 嗯 对啊 大祭祀那么霸道 她看中的人谁要敢染指 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草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下人慢慢的把礼盒抬到了白英洛的面前 白英洛健壮 眼神一致 手中的琴音戛然而至 英洛小姐 公子知道你喜欢弹琴 特意叫人访便天下 终于给你寻了这张千年古琴 希望你能喜欢 这真是一把好琴 龙青 替我谢谢公子 这时 一道深沉冷酷的身影走进了院子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公子 谢谢公子 英洛很喜欢 公子有心了 只要是您喜欢的 不管是真修加油 还是西式珍宝 我都会给你寻赖 公子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其实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的 为何 你以后注定是我的女人 我当然要对你好 公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洛听不懂 英洛 你如此冰雪聪明 不可能不懂我的意思 这些年 我对你如何 我相信你心中有数 我知道你所图甚大 但是在学悦国 除了本祭司之外 你别无选择 你我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 我需要一个妻子 如果你成为我的女人 我可以让你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公子 我知道你是人中之龙 学悦国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只是 我是你父亲的义女 你是我的义兄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传出去会对你不利 你是百姓们崇拜的大祭司 前途无量 而我只是国师大人收养的一个孤女 你我身份地位悬殊 我实在配不上你 你何许理会别人的想法 配不配得上不是由别人决定的 而是由我来决定 我说你配得上 你就配得上 可是 我真的很害怕会影响到你的前程和地位 再说 实际未到 国师的大业未成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公子 要不等国师的大业成了之后 我们再说这件事 你放心 你嫁给我之后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学悦国最尊贵的女人 可是公子 你与圣女有婚约 她是你命定的未婚妻 现在 圣女虽然失踪了 但如果按照婚约来 你要娶的是她 而不是我 她 公子 国师叫你去书房 她有急事要找你 明露 你先试试这张心情 我去取就来 好 公子慢走 龙千澈看了她一眼后 这才带着龙气离开了 父亲 你找我有事 千澈 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圣女出现的消息 女王要本座派人去楚国找回圣女 本座已经答应了她 你是圣女的未婚夫 本座决定派你和雪无侠一起去楚国 把圣女找回来 父亲 我姑有那么多勇士 你为何不派别人去 怎么 你不想去 父亲 我和圣女的婚约是你们私自定下的 我从未承认过 更不想去寻找圣女 还请父亲 另选他人 这段婚约早在当年圣女出生时就定下了 你无从选择 本座要你娶她 你就必须娶她 父亲 我心中已经另有所爱 无论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同意这档婚事 也永远不会娶这个圣女 向你受回成命 告诉你 千澈 这就是你对为父的态度 千澈不敢 千澈 如果你真的不想娶这个圣女 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什么办法 想办法接近她 照机会把她杀掉 三天后 雪无侠和龙千澈各带了一对人马 在城龙处集合 公子 你看大皇子那驾驶 咱们是去寻找圣女 又不是出来旅游的 她带这么多女人和东西 又坐那么大的马车 这山路如此难行 照她这样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楚国 这是她的事情 到时候完不成任务 与本纪私无关 我就说了不想和无聊的人一起出发 你们看看 和这样的人一起上路 有意思吗 大皇子 时间紧急 还有三个月就到一百年了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圣女 这不是儿戏 你还是不要坐马车 和我们一样骑马吧 你是王八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何须这么着急 什么王八 你什么意思 王八 就是你的名字啊 你不是叫王八吗 大皇子 我叫龙七 不叫王八 请你记住 抱歉 一些小人物的名字我总是记不住 你 好了 不要跟她废话 我们出发 车夫 我们也出发吧 是 大皇子 车夫说完 赶紧跟上了龙千车的队伍 就这样 两支队伍准时出发 踏上了去楚国的路 olany 故俄 还十三公秀